第十六集 你忽然阻拦我和大翠说话 我要说的现在只有一句 你这是有意拆散我们 真不愧是师范毕业生啊 行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和大翠的事啊 虽说新社会不由父母做主 可是没有父母的同意 你们办不成 我说的对不对 也对 也不对 张成敏 我不跟你争什么对与不对啊 我只告诉你 你婶已经到你家去替大翠退婚去了 而大翠 他的婚事 最终还是要听父母的 爹 你们这都是干的什么事啊 别忘了你们可都是做父母的人 大翠 当着你爹的面 你给我一句明白话 张成敏 你凭什么未逼我女儿 你给我滚着我家去 此言一出 成敏和大翠都惊饿了 大翠五面哭着跑进了自己的屋 成敏猛一转身 浮然而去 成敏在回去的路上 遇见了于凤兰 停步叫他 大翠 大翠 成敏 成敏 你到我家去世 回家 赶紧回家 你回家就全知道了 我先走了 成敏 成敏急急回到家里 进门便问 妈 大翠妈来过了 来过 你怎么知道啊 刚我在路上碰见了 我去找大翠 黄吉顺 不让我和他说话了 说叫我回家问你们 看他的样子 他们要拆散我和大翠 还说 还说你们已经知道了 是吗 于凤兰 可没有这样讲话呀 哼 这话呢 是没有这样明明白白的说 这锣鼓听声 说话听音 意思可是有了 成敏走后 心心居也不安宁了 爹 你要是敢诚心拆散我们 我就敢死给你看 你 我看你 就是成亲想先把我给气死 你要是非做无品无德的父亲 我就只能做无逆不孝的女儿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真是我把你气死了 我就给你批麻带孝 我大翠终身不嫁了 但我也绝对不会为你流一滴眼泪的 你 黄吉顺气得口歪眼邪 浑身哆嗦 忽然向后倒去 于凤兰恰在此时进了门 母女二人手忙脚乱地将黄吉顺抬上了炕 爹 爹 爹你怎么了 他爹 他爹 你可不能死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个家可怎么过呀 爹 爹你醒醒你别吓我 我再也不敢气你了 行了 黄大翠 你要为了张成民 把你爹给生生气死吗 他张成民 就真的那么好吗 于凤兰甩手扇了大翠一个耳光 小琴刚好下班回来 见状质问 娘 你为什么要打我姐 打你姐 他都把你爹气昏了 别在这添乱了 你快去把李三桐请来 姐 你怎么气得咱爹呀 我 小琴惊讶地看着大翠 大翠无脸哭着跑了出去 天黑下来了 黄吉顺闭眼 羊躺在炕上 于凤兰烧好一个火罐 要往他额头放下去 黄吉顺忽然睁开眼 用手撑开他说 你 你干什么你 你 你醒了 哎呀 你还给我盖被子 你想把我热死啊 哎呀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不用拔个罐子了 哎呀 现在打翠 是什么表现 还能什么表现 怕呗 这都吓哭了 我还扇了他一个嘴巴子 那小琴呢 也怕呀 这怎么能不怕呢 你呢 我更怕了呀 你说你这一下子 要是半身不随 瘫在床上 那我以后 还有一天好日子过吗 你别咒 李三童那老金怪怎么说的 给我开了些什么药 他都是没给你开药 他只说 你要是再犯这种病 泼你几盆凉水就行了 还笑嘻嘻的 我看是大翠把你气昏了 他倒有几分高兴 这老金怪 果然是个懂一道的人 我说当家的 你这上辈儿人 没有换什么杨巅峰的吧 比如 你爹 你爹的爹 你爹的爹的爹 你少给我说这些 我告诉你啊 你也要告诉你那两个女儿 你们以后 都少气我 凡事啊 顺着我点 不然 我这病还会犯的 这病啊 就是生生被你们气出来的 哎呦 不敢了不敢了 可是不敢了 张广泰一家四口 围着晚饭桌干坐着 谁也不看谁 张广泰垂着四目吸烟 屋子里烟雾缭绕 王玉珍滴下泪来 忽然抽泣了一声 两个儿子却还是没有看他一眼 张广泰起身下了炕 往外走 到了心心居门前 张广泰站住了 欲拍门 却又犹犹豫豫地将手放下了 眼望着店门夺来夺去 他又一次举手 但终于还是没有拍下去 最后竟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 张广泰在路上碰到了李三童 李三童主动打招呼 我说广泰 你这是 啊 李老啊 我就是想咱们这条街了 过来走走 看看 哎 您呢 您干嘛来着 这么晚了咱还没睡呢 我就是散散步 想想事 哎 这条路啊 一拓宽了 还就是让人心里敞亮啊 哎呀 是啊 广泰啊 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 总想当着你的面 给你道个歉 就是你和皇家立下换房契约那一件事 哎 李老啊 您不必的 您那也是好心嘛 不管您的什么责任嘛 广泰啊 真是难得你这么厚道 两个人又闲扯了几句 张广泰回了家 张广泰来到成民的屋里 去见成民头朝炕眼仰躺着 大睁两眼瞪着房顶 他轻轻坐在他的头边 成民啊 我和你妈刚刚商量了 你和大翠儿的婚事 八月十五肯定是办不成了 倒不如过了八月十五再做打算 总而言之 儿子 你放心 你父亲一定会为你向皇家讨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爸 没事的 什么结果我都能扛得住 您啊 就快回屋睡去吧 哎 成民啊 心里不痛快 别一个人憋在心里 给我和你妈说 啊 哎呀 爸 我真没事 张广泰扭头 看了儿子一眼 张张嘴 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什么也没有再说 他反身爬上炕 替成民拉了窗帘 接着下地端起油灯 一口吹灭了 八月十五 圆月当空 广华街上 有些临小灯笼的孩子呼聚呼赞跑来跑去 心心居里 遍地瓜子皮儿 花生皮儿 桌子上也都是盘盘满满的 饮食连设的依次会刚刚开过 黄吉顺边将桌上的散烟 往烟盒里装 边问扫地的余凤兰 哎 孩子们呢 哦 那个 小秦在城里组织开联欢会 这个大翠儿啊 把自己关在屋里 也不知道在写什么 嗯 不会是给张成民写信吧 谁知道呢 哎呀 写也白写 都听我的 没错吧 这不 八月十五了 张家那边 不是也消停了吗 别扭劲啊 一过去 就万事大吉了嘛 哎 但愿的吧 哎 这 这谁家的孩子 你给我放下 一个拎灯笼的孩子 偷偷溜入 抓了一把糖就跑 黄吉顺发现了 喊着给我放下 追了出去 在门外几乎与 左手拎一对酒瓶 右手拎两包月 被拎张广泰撞了个满怀 张广泰扭头看看 跑远的孩子 强作笑颜 哎 别追了 你追不上了 哎呦 张师傅啊 欢迎欢迎 那些个倒霉孩子 偷我糖 不像话 哎 怎么这么多茶杯啊 啊 我不是被委任了个 餐饮联社的主任吗 刚刚啊 在我这召开了一次 茶话会 啊 那恭喜啊 哎呀 快请坐 你快坐 哎 我家亲家母呢 那不 在那扫地呢吗 亲家母啊 我那口子 和那两个儿子 都让我带温好啊 哎 张大哥 都好都好 两家都好 哎呀 张大哥 又这么客气 下次串门啊 千万别带东西了 你这让我怪过意不去的 哎 这哪儿的花呀 今儿是八月十五 我呀 也缠久了 想让你陪我喝两桩 啊 这 怎么 不愿意啊 哎呀 瞧你老哥说的 哪能啊 翠他妈 先别扫了 快 炒两个菜 菜上来了 张皇二人碰了一下杯 都一饮而尽 黄老弟啊 前几天两家有些误会 孩子们呢 不会说话 竟惹你生气了 今儿我来 头一件事 就是给你们赔个不是 这怪我啊 没调教好 哎呀 其实啊 也没什么误会的 是不是 来张老哥 喝酒 喝酒 这第二件事呢 我要看看大翠 听说 他生病了 啊 是病了 现在睡着呢 我们唠我们的啊 唠我们的 啊 既然你觉得我不方便见他 我也不是非要见孩子一面不可了 我问你 今儿是什么日子啊 今儿八月十五啊 这原定的 你家大翠和我家成民 今天成亲 是不是啊 啊 啊 那事啊 这 这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是啊 这都到八月十五的晚上了 没办成 可不是过去了吗 那 咱俩来商量商量 再给他们定一个日子 怎么样 比如 十一 小年 大年 都行啊 哎呀 张大哥呀 你说起这件事啊 你说现在 哎呀 难了 这 这怎么就难了呢 哎 我们两家 一直都这么说 我们是亲家 可是 哎呀 这大翠和成民有来往 我们也都知道 都不假 我们也说过 他俩挺合适的 这也不假 我们还说 要是真成了 八月十五 给他们办喜事 你说可是呢 话都是那么说的 也不过 就是说说而已呀 那你的意思 那都不算数了 你我 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你以前 又是工人阶级 空口说白话的事 我们能办吗 是不能办 可是 还要些什么呢 要办个结婚证书 叫他们自己办救世了 还要什么 可不是嘛 还要什么 他们不要什么了 是我为难了 你为难什么呀 来老弟 说说 咱们一块商量 这只要孩子们 过了好日子 我们做父母的 能给他们帮点忙 就帮 父母嘛 都是为了孩子呀 张老哥 你这话太对了 这父母啊 都是为子女 谁不为子女呀 你为你的子女 我为我的子女 城民回到大柳树了 你说 我能叫大翠丢了城市户口 到农村去 那 大翠也是这么说的 他是没这么说 可是 这事啊 我当爹的得担起来呀 我得跟你这么说呀 这大翠没说 你耽搁什么呀 这城民告诉我说 大翠一直说 他无怨无悔 那就是说 大翠 他不嫌弃 我们现在是农村人家了 大翠啊 哎呀 这孩子啊 是碍于城民的情谊 自己不知该怎么了断 那 是大翠让你替他说的 那倒没有 心思 可是明明白白的了 你得想啊 人和人不一样 你们一家到了大柳树 自然得入乡随俗 大翠呢 城市户口 这一条 和你们不一样啊 哎 黄老弟啊 你就明白的说吧 是大翠不愿意 还是你不愿意 你还让我怎么明白的说呢 比如 我屋里这灯吧 这叫什么 电灯 大柳树村点什么 油灯 这电灯和油灯 给人的感觉一样嘛 广华街 那叫街 大马路 多宽敞啊 大柳树村呢 以下雨 稀泥 挂唧的 你总得承认 城市农村啊 它是有差别的呀 这但凡是个人 能不在乎那一种差别吗 都不在乎 还要缩小它 再怎么缩小 你也还是有差别的 两种户口 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了 还用往下说嘛 户口 啊 当初咱们两家 若是不换房子 大村不还是在大柳树村吗 你不也是在大柳树村吗 你们一家 不都还是农村人吗 那自然是 可是咱们换了 现金可不一样了 那时候 谁也不知道 大柳树会画个农业去呀 不 我是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绝对不和你换 更不知道 哦 不 不是不知道 是没想到 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个借口 拆散两个孩子的婚姻 后悔药 就不用吃了 到哪山 砍哪柴 说现在的吧 我就是来听你现在的 现在 明摆着的 我不能叫大翠 跟着你们去受罪 那你现在的意思 就是决定不叫大翠和成民成亲了 只能这样了 那给他们退婚 退什么婚啊 根本就没有婚不婚的嘛 那就说解除婚约 有什么婚约 我们有什么婚约 没有啊 一个字也没有 你该还记得不 咱们换房的时候 李三童在契约上写了个亲家 我当时就叫他去掉了 我们两家可没有亲家关系啊 对不对 就是有契约 有证明 结了婚还可以离婚呢 啊 是不是 何况 咱们两家 咱们两家啥都没有 退的什么婚 我这么一说 你就没说的了吧 唉 是啊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既然这样 你能不能让我见见大翠 既然这样 你还见他干什么呢 不亲不顾的 就算你跟他说几句话 有什么意思 事啊 就这么了结了吧 往日啊 你们给大翠拿来的那些东西 我叫他妈都十度好了 你带回去 大翠他妈 包好了吗 于凤兰硬声拿出个包袱 也不敢看张广太野 默默地放在桌子上 立刻转身又进了屋 你拿回去 我就不特地给你们送过去了啊 黄吉顺 我给你说几句话行不 怎么不行 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嘛 还可以喝酒嘛 那我就说几句 说吧 一边喝 一边说啊 好 唉 我再问你一遍 我能不能见见大翠 嗨 我不是说了吗 还见什么呀 不亲不顾 黄吉顺啊 古话说得好 人和人交往 都是合群合流啊 那叫鱼找鱼 虾找虾 王八找个憋亲家 要说这咱们做亲家 倒真不是一流的人 你为什么要和我换房子 这广华街家喻 呼啸 你事前听说了街南 要化成城区的消息 这当时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啊 本来我可以对你说明白 当时啊 我也不知道 我确实没听到 什么城区不城区的消息啊 哎呀 但是现在啊 就不用表白了 天地良心 我能那么办事吗 我说的是 给你换成了大房子 孩子们 讨成家 这住着方便嘛 对 你当时说了这个话的 说得很明白 现在你该兑现了 现在那个话 办不到了 我不希望他们成亲啊 希望啊 可是你们 你们成名叫人失望啊 我可不能叫自己的骨肉 跟他去受罪啊 黄吉顺啊 黄吉顺 这老天不公啊 你是这么个人 可你却有大村那么个好孩子 第十七集 现在那个话 办不到了 我不希望他们成亲啊 希望啊 可是你们 你们成名叫人失望啊 我可不能叫自己的骨肉 跟他去受罪啊 黄吉顺啊 黄吉顺 这老天不公啊 你是这么个人 可你却有大村那么个好孩子 这孩子在你手里 最终会落个什么结果 张大哥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可不会给大村找个农民的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通天下 都是一个道理 是啊 若是我们成民 分配在城里大机关 当上个大干部 你是不会提出退婚的吧 这不是 你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吗 还有什么说头 前两天你和成民说了些什么 我知道了 余凤兰在我家说了些 我也轻耳听见了 你又和我说了些什么 我们面对面 句句清楚 现在 该我给你说些要紧的话了 这结婚 不见得非得赶个什么节 八月底 我打发儿子来娶亲 这时间冲冲郁郁的 天也凉快了 也好 你可听明白了 啊 你要来抢亲 哎哟 抢亲呢 你是山代王啊 解放了 新社会了 哎哟 你个农民 还敢到城里来抢亲 哎哟喂 黄吉顺 别给你脸你不要脸 今天的事 其中是什么典故 我已经明白了 告诉你 大翠是我张广泰的儿媳妇 这事你变不了 也不用我来抢 两个孩子自己能做主 大翠自己也能做主 做主不良 还有政府 嘿 不用吓唬我 政府 婚姻法 那都是宣传 说说唱唱的 你见哪个姑娘 不经父母同意就出嫁了 啊 刘桥怎么唱的 转了一圈 住就是赵振华 还是得有他爹的姓 你看 你看 还说什么 这你就别生气了吧 啊 把东西拿回去 从今儿以后啊 我们 该是朋友 还是朋友 啊 我和你 还是朋友 我张广泰 和一个狼心狗肺的畜生 交朋友 好 我叫你看看 我怎么和你交朋友 我去你的 张广泰举起酒瓶猛砸下去 酒瓶碎了 满桌的盘满跳起来 酒洒菜散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你认识认识我张广泰 你疯了吗 这可是我家 对 我就是疯了 我去你的 张广泰 操起砸眉的铁锤 开始了全武行 横轮树砸 桌椅 菜案 盘满 家具 箭什么砸什么 于凤兰 闻声奔出 箭状吓得往桌子下躲 张广泰揪住黄吉顺的衣领 将他的身子按定在墙上 怒不可遏地说 黄吉顺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我 今天 我就让你领教领教 谁这么不拿我张广泰当人看待 他该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大爷 大爷 你这样会要了我爹的命啊 大翠 大翠你让开 大爷 你看在我和小秦的面子上 你就饶了我爹吧 张广泰一低头 大翠跪在他的脚边 双手抱住他一条腿 街上拎着灯笼的孩子们 都拥进店里看热闹了 张广泰一松手 不回头地走了 黄吉顺瘫坐在地上 又抽起了阳巅峰 于凤兰手忙脚乱地喊 快快 大翠 快泼水 啊 娘 我往哪泼呀 还等往哪泼 你这孩子 往你爹身上泼呀 这水太凉了 就是要凉水 让你泼你就赶紧泼 哦 大翠花的一盆水泼过去 黄吉顺一个机灵猛坐起来 惹得看热闹的孩子们 笑得人仰马翻 黄吉顺往地上一躺 接着抽 张广泰一回家 成才成民都在等他 王玉珍迫不及待地问 孩子他爹呀 怎么样 成了吗 哎 没成 砸了 砸 砸什么了 什么都砸 见什么砸什么 哎呀 哎呀 我们都在家等着你 都指望你能把这事远回来 谁叫你大闹天宫的 哎 小秦进来了 哭丧着脸说 师父 我爹我妈都不许我在家住了 说我是内奸 那就住这儿 还住你的西奸屋 成才呀 你先跟你哥住一屋 今儿的事 是你师父我不好 你师父的火爆脾气上来了 有什么不好 你不去砸 我也要去砸 成才 这不过 师父我也不后悔 我要让你那个爹明白 女儿虽是他的 可也是我快过门的儿媳妇 张广泰的拳 在桌子上猛的一砸 天亮了 黄岐顺把潘凡找来了 指着里面的一片狼藉 潘同志 你看看吧 砸成这个样子 我没动 我老婆也没动 太一进门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个砸呀 我的买卖 全给他砸光了 你是我们的管 我们遭这么大的灾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哎呀 不要说做主 那叫负责 啊 我也管大柳树 这个事 你 你们两家 怎么 闹 闹 闹成这样啊 哎呀 你坐下来 我给你从头说 你看哪能做呀 哎 你 你就说吧 这个 起因是什么 起因 哎 直接了当的说吧 就是张广泰的儿子 要求我女儿 要求我女儿 黄大村 是 这件事 过去我们确实说过 可是 两家没有换过帖子 也没有任何婚约之类的东西啊 他今天 三句话没说完 还就动手了 哎呀 他是打铁的出身 我们两口子 拉都不敢拉呀 我们越求 他砸得越狠 啊 你看看 你看看 砸成这个样了 临走的时候 还说要来抢人 咱们这可是新社会了 准许这种恶霸行为啊 啊 你看看 我们遭了多大的损失啊 这可怎么办呀 我 我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 我 我得调查一下 潘凡 查看完了黄吉顺家的情况 来到了曲国精家 听潘凡说完 村长曲国精 坐在炕头 抽门烟 这 这件事 责任在张广泰 他 他们儿女的婚事 应该 两家商量 能成就成 不能成 那就不能成呗 他砸人家店 害得 黄吉顺的买卖做不成了 损失惨重 他 他 他应该负责 负什么责呀 他 他要承认错误 行 我给他说说 不承认也不行 他 他还要赔偿黄吉顺的损失 哎呀 这可不好办 谁看见是张广泰砸了 谁能作证 谁能证明 不是黄吉顺自己砸的 而且黄吉顺还想额赖好人 张 张广泰承认了错误 就 就说明是他咋的 还 还要什么证明啊 那 那就别承认那个错误了 怎么可以 可以这样呢 承认个错误倒好说 赔偿损失 你叫张广泰 拿什么赔偿 他除了身上穿的 啥也没有 是我们农村的 无产阶级 可是 可是事情总得有了结啊 小潘同志 这件事啊 我看 我们这么来处理一下 你呢 负责做做黄吉顺的工作 他现在摇身一变 是城里人了 我这个当村长的 想管也管不了他了 现在呀 归你管了 他女儿大翠 和张承民恋爱的事 我也是个见证人 啊 你呢 要好好地 教育一下黄吉顺 要求他 必须尊重年轻人的爱情 绝对不许 在从中作梗 我呢 我来说服一下张广泰吧 等黄吉顺态度转变了 他要主动认个错 究竟该赔多少 他得爽快点 为什么 非得等到黄吉顺态度转变了 他 他才能主动认个错呢 你的意思是 反过来才对 曲国经同志 您可不能偏袒张广泰 我怎么偏袒他了 凡事都有个因果关系 就算是解决问题 那也要从起因上下手 这难道不对吗 这 这 我考虑考虑吧 哎呀 我说你这小同志 你就别跟我打官枪了 在我面前打官枪 还轮不到你呢 今天 你要是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你的 你如果要考虑 那么 就在这儿考虑吧 两个人分头解决矛盾 那就要分功名去 你说说 对吗 我 我看 你有私心 我能有什么私心啊 张广泰 连同他的两个儿子 变成了农民 其实 你 你心里是高兴的 张成民 如果再 再 再将黄大翠取了 但 大柳树村 又多了一名老师 那么 你 你更高兴 这是私心吗 不 不算 你考虑好了没有 那 那就按你 按你说的办吧 夜里 我 我 无法林 你偷看我 哟 今晚轮着我护场寿宴 你到经理室干什么去呀 我 我睡觉呀 哟 稀奇 这里是你睡觉的地方吗 你快开灯 我不开 你不开灯我砍人了 破五花皮 哼 小秦 撅着嘴 开亮了电灯 无法林 借经理室门口 卸出的灯光 走过车间 走过经理室 脸上 守夜责任的严肃 渐渐消逝 变成喜性 手里的木棍 藏到背后 进门先笑 诶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来睡觉 哟 你知道今夜我值班 我不知道 你不是在咱师傅家借宿吗 成才总体对我 我生气了 呵呵 怎的 受欺负了 哎呀 你走啊 我不走 我就在这儿看着你 你看我干什么呀 谁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值班守夜 有责任 哎呀 我不会偷铁 知道 那偷别的呢 这厂里除了铁 还有什么呀 嘿嘿 这不还有人吗 我 我偷人干什么呀 诶 当然是有用了 干什么用 嘿 别逗嘴了 你先睡吧 待会儿我来 你来干什么 这话问的 巡逻呀 再找把扇子来给你擀蚊子 我可不用你 行行行 你睡吧啊 吴发林向他点点头 走出门去 小秦 小秦关了电灯 又睡下了 吴发林从经理室窗外借月光偷窥睡在桌子上的小秦 秋重生 辽缭着他心缘一马 心潮翻涌 心神大乱 他走出厂大门 四下望了一阵 进厂关了大门 沿厂房四周转了一圈 轻步回到窗前 见小秦仍睡在桌子上 他轻步进了经理室 摸到桌上的小秦 吴发林 又是你吧 对对对 不是别人 哎呀 哎呀 你截我上一扣干什么 我看你这扣子 好截不好截 哎呦 呦 小秦握住他的手一拧 吴发林一声惨叫滚下桌 小秦跳下地 就是一脚 吴发林又一声叫 哎呀 月光里 小秦伸手拉起他 连打两拳 吴发林连叫两声 四哭四笑地说 哎呀 你怎么真打呀 吴发林 你还是师兄呢 你那算是干什么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走 我走 你等着 明天呀 我一定给师兄弟们说 哎别别别 别 这都刚转成正式工 你要看着我被开除啊 那你还不快滚 潘凡的办公室里 潘凡给大翠倒了一杯水 大 大翠啊 在我面前 你一点都用不着紧张 哦 谢谢 我不紧张 我要求你来我这儿 你父亲没什么不良好的态度吧 没有 他只是有点不明白 他不明白 那么 你呢 其实我也不明白 也是啊 我 我都还没说呢 你当然也不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 我 我们都是年轻人 对于你和张校长之间的恋爱的事 我 我当然是理解的 也是 同情的 维护的 年轻人 不维护我们年轻人的爱情 那还算是年轻人吗 更何况 我 我也不是一般的年轻人 我是党员 在部队的时候 就 就入党了 你 你相信我吗 嗯 相信 那这就好 但是呢 父母的态度 毕竟也很重要 我来帮你 做你父亲的工作 你呢 要配合我 我 我怎么配合呀 你自己 不要直接和他发生冲突 在他面前 你还要恢复你以前那个好女儿的样子 他叫你往东 你 你就往东就好了 他如果叫你往西 你就往西 你能这样 就等于 配 配合我了 我对你父亲 就好说话了 做人的思想工作 是 是一件挺艺术的事情 这叫 碧其锋芒 萧其干活 你 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 嗯 明白 这就好 这就好 太好了 大崔同志 我 我已经 气你约了张成民同志了 啊 他 他在哪儿啊 你先别激动 他就在你们以前的老地方等你呢 哎 你就先别回家了 回家以后再出来 你父亲又得出疑心 还不如现在就直接去会他 彼此啊 说 说 说心里话 潘同志 哎呀 就别耽误时间了 你就快去吧 嗯 谢谢你 大翠走到门口 转过身来 向潘凡 居了一躬 地里的一堆堆 脉垛之间 小琴和成才在说着话 小琴羞涩地伸手给成才 成才 我们拉手吧 你 你干啥 你拉嘛 你干啥嘛 小琴 这一大早 你把我引这儿来 就想拉手 你不拉 我俩就不能继续发展了 啊 发展什么呀 恋爱呀 啊 咱俩 恋爱 咱 你不愿意呀 啊 我哥不和你姐恋爱 我家也不会闹成这样 我再跟你恋爱 哎 我爹妈的骨头 不给你家啃光了才怪 怎么会呢 爹妈是爹妈 我们是我们 我姐和你哥就是这样 哎 那好吧 怎么谈 我看见 我姐和你哥 是这样 嗯 小琴拉过成才 动作声色的亲吻 成才像根木头 任他摆布 突然 他们背后的脉垛那儿 响起女孩的哈哈大笑声 是曲艳芳 笑弯了腰 曲艳芳跳来 抱住小琴 哈哈笑着 我抓住了抓住了 哎呀 没秀没秀 小琴勾引成才哦 成才 你爹和我爹去修学校了 他们啊 叫你去帮我家割豆子 哦 我就去 那成才 你 哎 你 你回去吧 街道办事处 就潘凡一个人 再接电话 黄吉顺的妻子 焦急地站在一旁等着 哎 好的 好的 太好了 太及时了 秘 秘书同志 请一定要替我 感谢局长 不但我作为街道工作人员 感谢他的认真负责 也 也代表张广泰一家 感谢他 我现在呀 就去他家给他带个信 哎呀 这可太好了呀 潘同志 潘同志 我家大村呢 他来的时候也不短了 他爸让我来找他 回家干活 怎 怎么 还没回家 哎呦 坏了 准时到大柳树村 找张成明去了 哎呀 不行 我得赶紧把他叫回来 你 你先等等 张成明 是这里正式任命的 农村小学的校长 你女儿就是去找他 哎呀 那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先不用去找女儿 我呀 正好想找你谈谈话呢 第十八级 张成明 是这里正式任命的 农村小学的校长 你女儿就是去找他 哎呀 那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先不用去找女儿 我呀 正好想找你谈谈话呢 找我 谈话 对 来吧 您请进吧 李三童来到新兴居 在煞下一张无人占据的空桌旁坐定 单等着黄吉顺发现他 黄吉顺一出门 正好看见他 李秘书来了 主人 您交办的事 有眉目了 嗯 说说 哎呀 这人啊 你还见过呢 谁呀 就是八角门里 二友局掌柜的 你记得吧 老伴去了 想续个弦 我看呀 大村陪他挺合适的 那 那不是个老头子吗 哎 老头子的吗 连我都还想再去一方呢 现在 我在邮局门口 带人家写信 给取包裹的面张 一天都闹七八毛钱呢 这也是我 赶上解放的好日子 我们老人 都枯木逢春了 啊 年纪大点 娶个年轻的 老夫爱少妻 那样呀 更好 养下的孩子 聪明 我说李秘书 你诚心恶心我是不 我 恶心你 我说不成 那老家伙 不成 黄吉顺由于声音高 另一些吃着喝着的人 全都住了口 端着杯碗看他 李三桐 若无其事地 对看着他的众人说 大家别吃惊 并不是黄老板 黄主任 要抛弃令曲 是他求我 为他大女儿大翠 暗中找对象呢 哎 他家大翠 不是早就许给 张寿家的成民了吗 哎呀 这回看来呀 他还真要拆散那一对 般配的年轻人 哎呀 我跟你说 他那花花肠子多着呢 哼 难怪张寿太砸了这铺子 好你个李三桐 哎 你跺我脚干什么 我说黄主任 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给你当秘书啊 哎 以后你别再跟我提这个 上级说了 联社不是政府机关 不许涉秘书 啊 吹了是吧 吹了 回家歇着吧 来来来 给我来一碗馄饨 你 你带钱了吗你 没有带钱 前次你还欠着我一碗馄饨钱没给呢 今儿不设账 那 那 给我碗汤吧 汤也没有 汤也没有 汤都到了 黄吉顺 你别当真啊 我李三桐 哪这么下去 诚心逗你玩 欠你的 都摆这儿了 你自己收好 从此以后 咱俩 一笔勾销 李三桐笑着 放在桌上歇钱 昂着头 从黄吉顺面前走过 把黄吉顺气得直运气 黄吉顺 猛扭头 看见林世凡光临了 林世凡 身穿一身 崭新的中山装 黑皮鞋 心里的头发 和皮鞋一样 乌黑赠亮 正在支起一辆 崭新的自行车 黄吉顺热情地说 哎呀 林科长 快请 里边坐 哎呀 您可好久没来了 怎么 就您一个人忙呀 老婆出去买东西了 小女儿 上班吗 那 您 是想问我家大翠吧 是啊 不不不 就是随便问问 这每次来呀 总见她也在忙得怪可怜的 今天没看见呀 也不由地问问 多谢您 关心着她 哎呀 常来您这儿 对你们家人 也都有感情了 丁科长 看您这风度 是又高升了 高升倒是没有 只不过工作调动了 今天这才有点空 特地来你这儿 吃碗馆馆 调到什么单位了 哎呀 也就是 市税务局 成见我是坚决不干了 这一天到晚呀 风沙雨水 每月鞋子也得多穿几双 这不太累了吗 税务局可是好差呀 不比公安差 是 胜过提升一级 给了宽宽敞敞的一套房子 电灯电话自来水 这不卫生间里 还给我装了一个大浴缸 成见局的局长 也没这条件呀 恭喜恭喜 呀 买了辆新车 不是 这是公家的 只不过 是给我专用的 您这有了房子 那还不赶快 把夫人接来 哎 我这不还没爱人呢 呦 林科长 这您就不对了 您怎么跟我开这种玩笑啊 凭您 还没有个爱人 这有什么好说谎的吗 就您 这么一表人才 年轻杠部 还没爱人 哎呀 这不忙吗 没顾上 哦 来 吃馄饨 嗯 鲜 真是鲜呀 我给您呀 入了畏宿 一般人 我都舍不得给他放 哎 我说黄老板 我也有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哎 说吧 说吧 您说什么 我都听得进去 我想说啊 你女儿大翠 可不能整天围着你这店里的锅台转 那么好的人 岂不埋没了吗 您夸奖了 人才好不好 我自己不敢说 可论文化水平 那也是高中毕业生啊 你女儿的事啊 你虽然当面求到我 可她自己 似乎也不怎么伤心 这不 您毕竟求了我一次 我没给办成 心里啊 却始终当成件事给装着呀 哎呀 太让您认真了 我这人呀 就是个这么认真的 我看这样吧 您如果愿意 大翠也愿意的话 我帮他在税务局 安排个做办公室的工作 您看怎么样 哎呀 哎呀 那可干净好了 李三童倒背着双手 悠哉悠哉地走在街面上 路过广华厂的门口 朱存孝在厂门里叫他 哎 李老 李老 哎呀 你慢走一步 我有话跟您说 我说 朱厂长 你有什么话呀 这么神神秘秘的 哎 我听说 你要给黄吉顺家的大翠 给物色对象 对 是有这么回事 哎呀 李老 您恕我直言 您这么做 那可就不对了 您是知道的 大翠和张广泰师傅家的 大儿子成民 哎呀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那俩孩子 可算是青梅竹马的一对 当初两家是以亲家的关系换房子 还是求我给他们立的字据呢 那您还 就为了图白师几万混沌 哎呀 贤弟啊 你也太把我李三桐给看扁了 我是从前的国高毕业啊 如果不是年纪大了 那新政府也会把我当一位文化人看待 用着的 哎呀 那是 那是 哎 你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呀 你想想 我和张广泰之间 是什么关系 那可是广华街面上 人物之间的关系啊 是他敬我 我敬他的关系啊 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我这事啊 在暗中帮着他呢 帮他 您 您怎么帮他呀 你想想啊 黄吉顺 是打算把他大翠儿当健宝 代价而沽 他家是农民的时候 他倒没这样 这摇身一变 成了城里人 那可就不是从前的他了 我呢 专前那根本成不了事的男人 一次次说给他听 兴许恶心了他几次以后 他会自我反省一下 即使他不反省 那也不是为张家争取了一段时间吗 好让他们赶紧想出办法 成全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啊 这是缓兵之计 我李三桐 目前也只能帮张师傅 这么点小忙了 哦 原来如此 那 那我就放心了 你想他黄吉顺 啊 自个儿抢了个街道联社主任党 就开始洋洋得意 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打算笼络我李三桐 去给他当什么秘书 就他 还配有秘书 配有我李三桐这样的秘书 哼 我不过是老来无事 闲心难耐 哄着陪他玩玩而已 排箭排箭寂寞罢了 正好让我有机会再研究事项人心呢 黄吉顺啊黄吉顺 从前油华是油华 可怎么着也是个那么谦卑的人呢 好像这世上人人都是他的爷 说到底 还不是个拱农差别 城乡差别让他现在这样呢 就看共产党怎么消除了 是啊 盼着吧 我农村的三亲六气也不少 都想占着我的光 统统变成城里人呢 唉 不是我 我也没那能耐啊 余凤兰在街道办事处 被潘凡教主开导 学了半天婚姻法 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新兴居 营业时间已过 店里这儿那儿都已经收拾干净了 黄吉顺正架着二郎腿坐在桌边 心里高兴地哼着京剧 见余凤兰一个人回来了 他诧异地问 哎 大翠呢 人家说已经回来了 潘凡这么说的 他胡说 你少冲我嚷嚷 有本事你自己冲潘同志嚷嚷去 你可好 你在家哼群 害得我挨了一通训 他训你什么 还不是让我们不许反对 大翠和成民的事 这还说过几天也要找你谈话呢 我怕他 哼 他是个主任 我也是个主任啊 不行 我得找他要人去 已经不在那儿了 你不是白去找吗 那会去哪儿啊 哎呀 不好 去找张成民了 大带是吧 这 这 哎呀 你 你别傻坐着了 你跟我去 把大翠找回来 黄吉顺急得团团转 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大柳树村 到处找大翠 叫大翠 曹友贵赶转过来 看见了他们 将手中的鞭子 啪的甩了几个翠响 接着高喊 乡亲们听着 树林里有两个贼 八成啊 是要找机会 偷咱们的庄稼 呦 黄老板 回翠帮秋啊 哎 黄老板 找什么呢 要不要 我们一起帮你找啊 我们还等着 喝你家大翠的喜酒呢 黄吉顺和于凤兰 不好再找下去了 离开了树林 往成立那边 匆匆地溜走了 回到新兴居 黄吉顺气得直瞪于凤兰 你别瞪我 你瞪我有什么用 这翠儿 兴许跟成民去张家了 那还能有好事 我叫你后脚跟着你不跟着 你这个懒娘们 哎 这要真不回来了 过了今儿晚上 这碗烫嘴中 你就闭上眼喝了得了 哼 美的她 这不美 你又能怎么办 晚饭后要是不回来 我就去找张广太要人 她要是不放 我就给她张牙放火 反正她砸了我的官司 还没了断呢 哼 这就怕成民 拉着大串给你跪下 一起叫你 爹 看你还放什么火 成民给我跪下叫爹 我给他跪下 我叫他爹 我不认这个账 爹 我回来了 你哪儿去了你 哦 我到大柳树村去了 大柳树那边在修小学 潘同志让我去关心关心 大翠儿见一落落盘碗还没有刷 玩起袖子就刷起来 并愉快地轻轻哼歌 黄吉顺与余凤兰看在眼里 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这回是我来说段相声 就说完了 晚上 黄吉顺仰躺着 余凤兰坐着 照例给他山脯扇 一台旧收音机里 正在播放 侯宝林郭启如和说的相声 黄吉顺听得直笑 余凤兰终于忍不住问道 笑笑笑 笑什么笑 你倒是还有什么心情 在这儿笑啊 大翠儿的事 目前这样 你说说怎么办 对了 你去告诉大翠儿 明天啊 我带他进城 进城 进城干什么 这进藤城 就能解决他的问题了 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他的问题啊 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我托林世凡 给他在城里找工作 林世凡满口答应了 我估计啊 准成 他也有工作 进城里 什么机关上班 每月开了工资 心情一好 那成民那头啊 大翠儿自己 也会渐渐的就淡了 感情这东西 原本就是世上 最靠不住的东西 隔着一段时间 自己就会贬值的 啊 哈哈哈哈 哎 但愿像你说的那样吧 什么叫但愿啊 我说的是个真理 你觉得林科长这人怎么样 林科长 挺客气的一个人啊 带人也没有什么架子 哎 你问他干什么 人家大科长 国家有级别的干部 我又能干什么 因为他常来嘛 所以啊 我就随口问问 随口问问 你那肚子里的花花肠子 不是又要赚什么歪点子吧 哎呀 你这张破嘴 你让我好好听完一段相声 不行吗 你还不快去跟大翠儿说 你呀 你告诉你生下的那个女儿 我这一切 不都是为他着想吗 如果他明天啊 都不肯和我去见林科长 那他干脆啊 公开声明 和我脱离妇女关系得了 小秦不在 大翠儿正在屋里对镜而坐 望着镜中的自己出神 他看见镜中的大翠儿 变成了照红盖头的大翠儿 而且镜中也出现了一身 新郎庄的成民 成民轻轻掀开盖头 双手捧住他的脸 扶着吻他 门开了 于凤兰走了进来 大翠儿把小圆镜一翻 掩饰地说 娘 你怎么还没睡啊 唉 小秦这死丫头 干脆把厂当家了 这都不回来睡了 娘 你就别管他了 随他去就是了 翠儿啊 娘求你件事 嗨 只要不是害我的事 您就说吧 咱母女俩还用得着谁求谁吗 瞧你说的 这当娘的还会害你不成 那可不一定 有时候因为糊涂 父母也会害儿女的 明明害着 还觉得是爱呢 唉 娘 怎么了 你说呀 让你这么一说 我又不敢说了 这怕你刚刚才有点高兴了 我一说不爱听的 你这又要跟娘翻脸了 娘 你说吧 我看你这会儿啊 不糊涂 心里挺明白的 唉 那娘可就说了啊 那个 那位林科长 你可是 见着很多回了吧 嗯 是啊 不过 咱家的事 又和他有关了 嗨 你说你爹 就是那病吧 说是 杨巅峰吧 这咱祖上 又没有遗传 这说不是吧 犯起来 又怪吓人的 娘 我爹那病 真是我一句话 给气出来的吗 唉 撤儿 这是不是你气的 咱一家人 就先不论那些了 单说 那个李三桐吧 他也不拿你爹的 那个病 当成是个病 这到现在了 什么方都不给开 单说 就叫天天泼冷水 这没见过 只泼凉水 就能去病的 倒是人家 林科长 这一听说了呀 就赶紧热心 暖肠地 给在城里 联系了一位老中医 这明天呀 你爹就要进城 去看病了 你说 他这有病的人 一个人去 娘怎么能放心呢 娘是想 求你 明天和你爹 一块儿去 就这事 算娘求你 你说你去 还是不去 给娘个痛快话 你爹那边 还等着我去回话呢 行了娘 你别说了 只要我爹 他不跟我 耍什么阴谋 你去告诉他 我陪他去就是了 你这孩子 他可是你亲爹呀 这能给你 耍什么阴谋 你那么说 他听到了 不又生气 又犯病 哎 其实 你爹也怪可怜的 这里里外外 整个家 咱还不是 全靠的他 第十九集 他可是你亲爹呀 这能给你 耍什么阴谋 你那么说 他听到了 不又生气 又犯病 哎 其实 你爹也怪可怜的 这里里外外 整个家 咱还不是全靠着他 他要是哪天 有个三长两短 你叫娘 可怎么活呀 娘 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我和成民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哎 那那事吧 顺其自然吧 你说这一边 一边是丈夫 一边是姑娘 这丈夫 非说要替姑娘的将来着想 你这当闺女的 却又偏要婚姻自主 翠儿 你替娘想想啊 你叫娘 倒是占个什么立场好 哎 咱不说那些了 你这不今儿 咱娘俩 这会儿心情都挺平和的 能这么着说说话了 咱们先不谈你和成民的事 行不 明天你想买点啥 就叫你爹 顺便给你买 娘 我什么也不要 哎呀 这不管怎么样吧 咱姑娘得像个姑娘 咱长得那么好 可不能积窝头造往脸的 明儿 让你爹舍得些钱 给你买块东北的大捡料子 像以前的闪光段那样的 太阳底下闪亮 做两件实性的大翻脸 哎呦 娘 我不愿干什么实性 大姑娘嘛 咱又是城里人了 改改的实性 那还是得敢 这不敢 就是有户口本 咱怎么能像真正的城里人呢 啊 妈还得嘱咐你两句 明哥 要是见着人家林科长 可别爱答不理的 别人家问一句 你顶一句的啊 那叫你爹的脸面 玩哪歌啊 要是把他气得 在城里犯起病来 那可就不得了了 行了 娘 我不会的 您劳累一天了 快点去睡觉吧 您说的我都听 行了吧 哎 这才是我的好大错 于凤兰这么说着 心里却在问自己 我算不算是一位好母亲呢 日出东方 熊鸡交蹄 经过一晚上的突击 大柳树村的小学校 已经旧冒幻心园 但也无非是宽敞了 高了 还没窗子 哪儿哪儿的泥还都是湿的 门前是没有用完的泥沙和麦草 几个男人在屋顶上铺草顶 用麦草扭屋脊 还有几个头上沾草浑身湿泥的男人 这儿那儿坐着心烟 李秀英和李寡妇等几个妇女 有的在往细了抹窗台 有的在洗工具刷盆筒 教室里 承民和曲国精也是双手泥 承民也在用抹字往细了抹墙 曲国精巴达巴达吸着烟 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既然你说我那么说过 那就当我那么说过吧 您确实那么说过 不止一次 我可以找人来作诏 别 我也没不认账啊 好吧 我向你这位校长保证 天亮之前 怎么也给你装上一码的玻璃 哎呀 太好了村长 对了 承民 你和大翠的事 我也想趁这会儿跟你说说 我和广华街道那边的 潘凡潘同志 昨天我见着大翠了 哦 大翠都跟我讲了 老村长 我们心里都很感激您 和潘凡同志 有你们的关心着我们的事啊 我们什么都不怕了 哎 你也要预先跟你父亲说一说 黄吉顺那边态度转变了的话 他就一定得赔礼道歉了 哦对 还得赔东西 要不 我的任务就算没完成 过了这几天秋忙啊 我要亲自和你父亲说说 啊 村长 您放心 我父亲那人 从来就是知错认错的 他自己也后悔的不行 昨天 我还见他点钱来着 只要大翠的父亲不那样了 就是让我父亲 把建国后攒的那些钱 都赔给他 我父亲 也会通通快快地答应的 这我信 我和你父亲 很对脾气 外面 成才全在一堆草里 酣睡正浓 曲燕芳用麦草 拨弄她的耳眼 李寡妇看见了 对李秀英识眼色 李秀英也看见了 笑着说道 哼 这燕芳啊 就是淘气 哼 这姑娘家呀 一根男人那种淘法 就说明呀 当姑娘当够了 你呀婶儿 什么话从你嘴里一说出来 这明明是素的吧 听起来倒也昏了 你就没那么逃过 没有 没有 嘴硬 没有你会由姑娘 变成媳妇了 哎呀 我那 我那不是父母包办的吗 这茶我倒给忘了 我还真没那样过 这时成才被取燕芳弄醒了 睁开眼 厌烦的说 哎呀 你这个小孩 你真烦人 谁是小孩 我只比你小一岁 小一岁也是小屁孩 哎呀 我都困死了 我求求你 让我在这儿 咪一会儿 行不啊 呀 你们一直干活 干到天亮啊 哎呀 成才不理他 将头扎进草堆里 取燕芳进他胳膊上 被蚊子钉了几处包 用手指从舌尖上 刮下唾沫 往成才的胳膊上抹 哎 你往我胳膊上 抹唾沫干什么呀 哎 你别不识抬举啊 我的唾沫 那是舍得随便往别人身上抹的吗 我的唾沫杀菌 我的胳膊上 也没菌呀 就有 来来来 我再给你来点 哎呀 哎呀 我的命啊 怎么了 你的命有什么不好的 我这是瞅见你胳膊上 钉起了包 心疼你 你这倒命命的了 有我这么个人心疼你 你就给这儿烧包吧 李寡妇看在眼里 听在耳中 故意大声叫唤 哎 我这个命啊 我胳膊上也钉起包了 谁来心疼心疼我 也往我胳膊上摸点唾沫呀 哎 我 嫂子 找我呀 你找我呀 嫂子找我呀 去去去 谁稀罕你们 我要我燕芳给我抹 好啊 婶儿 你笑吧我 嘿嘿嘿 李婶儿 你站住 哎呦 别追我了 追得李寡妇四处跑 男男女女都开心地笑了 李秀英也在笑 却笑得更忧郁了 成民和曲国精也站在窗那儿看着笑 曲国精叫唤道 成民啊 你看看 咱们农村人啊 就是这样 缺少文化生活 这样就算是自娱自乐 你们知识分子啊 以后要渐渐的习惯 村长 我只不过是个小知识分子 哎呀 大知识分子 反而见怪不怪 大知识分子 那都是外鱼内秀之人 小知识分子 却往往反过来 所以啊 小知识分子 最容易大惊小怪的 那个村长 其实我倒不怎么常常的 大惊小怪的 例外当然是有的 我不过是一概而论罢了 总之啊 成民 今后咱们大柳树村 让你失望的地方 一定还会有很多的 需要你 渐渐习惯的地方 也有很多 你明白吗 啊 村长 我一定记住您的话 村路上 曲国精 曲燕芳 成民成才 一行四人 往张广泰家里走 曹有贵赶着大车 从后边过来了 曲国精闪在路旁问 有贵啊 昨天夜里 怎么没见着你为小学校出力呢 老村长 你可不能冤枉我呀 我可没有闲着 我帮他们张家 搁豆子来着 哎 成才 哎呀 你爸呀 别提有多可怜了 那才搁一拢 就累趴下了 也不光是他自己呀 我们全家都可怜 成才 你别动不动 就全家怎么样 我可没说过自己 可不可怜这样的话 凡事 总有个过程吧 等到接受现实了 就好了 哎 你们别都走着呀 都坐上来吧 是呢 你们组的马 你们组的车 你车把是不发话 谁敢坐呀 哎 成才 快叫你那小知识分子哥哥 上车啊 这孩子 什么时候把我的话偷听去了 以后 不许这么叫张校长 没礼貌 哎 老村长 您也省省推脚吧 还不稀罕 坐坐我这车呀 哎呀 不是不稀罕坐你那车 是体恤你那匹马 不管是哪组的 那也和人是一样的 是知道累的 你们四个人全坐上去 四百来劲 他不是又吃力了吗 成民成才和曲燕芳三人一听 又都蹦下了车 跟着车走 来到张家 曹有贵喊了声张师傅 背起了一只麻袋 成才背起了另一只麻袋 曲燕芳急忙替二人开了院门 张广泰夫妇从屋里迎了出来 有官 村长 张师傅 豆子我给你打出来了 放哪啊 就放这儿吧 张师傅 再说一遍 以后不说了啊 凡是用车的事啊 你给我打声招呼 别的咱们有 一定 一定 这以后啊 少不了累苦大家的 我还忙着 走了 那就不送了 村长 快进屋坐吧 不了 院子里歇歇脚就行了 挺凉快的 那个 村长 我有话跟您说 那 那好吧 两个人进屋坐下 张广泰为难地说 村长 我想认个错 可是 我不知 该向哪方面去认呢 你要 认什么错呀 就是 哎 我 我砸了皇家的垫 是那件事 你向我认错就行了 只向您认个错就行 是先向我认错就行 到时候啊 还免不了 要向黄吉顺认错 哦 这样啊 那 那 那什么时候去认呢 他那人啊 我个人觉得 你教训了一下也好 只是 我个人呀 不是党支部 他如果不破坏两个孩子的婚事了 你就对他认了错 行不行 哎 行 行 而且 还要赔偿他的损失 我赔 我赔 老村长啊 实话跟您说 我积攒的那点钱呢 我点了点 够赔他的了 哎 你那也是汗珠子掉在地上 甩八卦 挣的钱啊 可 可谁叫你错了呢 错了 就得认错 认错 那就得赔呀 哎 是啊 是啊 谁叫我一时安耐不住脾气错了呢 广泰啊 你有今天这个主动的态度 很好 我很满意 至于孩子们的婚事 先不要着急 从长计议的好 行嘞 老村长 我听您的 张师傅 有 有 有人吗 哎 听着 像是潘凡同志 二人迎出屋去 潘凡 以推自行车 进了院子 驾吻车说 哎 想不到老村长也在这儿 张 张师傅 我特地来给您 报 报个喜讯 你们家的户 户口问题啊 经局长亲自批事 估 估计不久 就会解决下来了 哎呀 我的老天爷呀 快请进屋 快请进屋啊 哎呀 我跟您说 这 这经过呀 可 可是麻烦大了 我 我先进屋 再跟您详细的说啊 嗯 行啊 潘凡同志 快请进哪 二人进了屋 曲国精被孤零零 撇在院子里 屋里传出 张广泰兴奋的声音 成民成才 各自从屋里冲出 直奔父母 谁也没顾上 理睬取国精 曲燕芳 缓缓从成才屋里出来 与父亲对视 眼里一时 各有各的心事 成民 成才 咱们家有户口了 都快过来 韩凡同志万岁 我们不是农民了 女儿啊 咱们走吧 哎 爹 曲国精和女儿 神色复杂地离开了张家院子 父女二人默默走在村路上 背后又传来了成才的喊声 我们就要有户口了 我们可以不是农民了 成才 你倒是跑院子外边叫什么劲啊 我高兴 你 我揍你 你看你 刚才呀 明明是你自己先高兴起来的 还是你把我和我哥喊到这边来的 当着潘凡同志的面 你自己不是也乐得合不上嘴吗 成才 你少说两句 我们不对 我们太不对了 还太不对了 我们全家又做错什么事了 就又太不对了 这 就让人家那么走了 人家潘同志不是忙吗 不晌不晚的 你还能应留人家吃饭吗 我看人家潘同志啊 不是随便就会在哪家吃饭的人 哎呀 我也没说潘同志 那你说的是谁 妈 我爸指的是 是村长 今儿咱们全家在村长面前失态了 再怎么高兴 都进一个屋去了 把人家孤零零的撇在院子里 那这也不好啊 都给我听着 即使过几天拿到了户口本 重新做回城里人了 咱们全家也还都得是大柳树村的人 大柳树村有什么事 那就是咱们的事 要不显得咱们张家人太没良心 太不仗义 就这话 我今天就把这话撂这儿了 以后都要照着我的话去做 城里的商业街上 商店门前 橱窗里 都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 行人男女老少都穿蓝布中山装 移动的人群像一条蓝色的河流 大翠陪黄极顺走在街上 却没多大的兴致去打量这城里的繁华 经过一家仇布商店时 黄极顺说 大翠陪啊 进去看看 你妈让我给你买块医料 不用了吧 爹 还是先看你的病吧 你真不想进去看看 嗯 真不想 那就看完病再买吧 我也很久没到市中心来了 这样 你想陪我逛逛 嗯 好 大翠陪黄极顺走走逛逛 走进了龙王街 黄极顺东张西望越走越慢 来到了一片老青瓦房前 停住脚 指点着瓦房 颇有炫耀之色地说 大翠啊 你看这儿 多大一片啊 这当年可都是我们家的 你爷爷开当铺 一年卖两次号 五月端午卖一次 八月十五卖一次 凡是死票都卖 那里面可真有好东西啊 雕皮大衣 古董瓷器 兽山雕 还有八大怪的字画 博山香炉 宫里出来的黄玉 什么都有 有那种土地主啊 爆发户 百阔气不识货 充行家 花了好多银两 买来的赝品 哎呀 都找伙计们背后嘲笑 你老爷爷 看透了世界 他留下的家训啊 就一句话 猪往前拱 鸡往后跑 大翠 明白吗 爹 我不明白 这意思就是啊 这世界上的好东西啊 不多 是个人啊 就得为自己 存着份心眼 要不 好东西都叫别人站了去 自己害红眼病 那就晚了 可是你爷爷不是 爱赌 那赌起来都不要命啊 仗着有钱 明明人家做了套 他看出来了 他也往里钻 还冲大发 大概 他看我不是条狼 没给我留下肉 逼着我到乡下去吃屎 可我也不是狗啊 我没本事给你们留下房地产 也得给你们 留下个享福的好日子 我得给你们 找个好女婿 我就这点新事了 办好了 死我也安心了 现在我们虽然是城里人了 可是我还舒展不开身手 政府不准有吃瓦片的了 若是准吃瓦片 我一定开个房地产公司 我敢说 用不了三年 我就能把这片的房子 给弄回来 可惜啊 新政府不让了 大翠对他这些家屎家训和雄心壮志 毫无兴趣 仍然是愁眉不展 妇女二人来到一处茶馆 黄吉顺说 林科长 就在这儿等她 两位是妇女吧 泡湖什么茶呀 我们这儿有龙井 观音 毛娇 我们这儿啊 什么好茶都有 哎呀 你别跟我报那些 我们妇女在家 整天喝 喝的都不爱喝了 给我 来两碗白开水就行了 我们可不是来品茶的 我们是借着地方 等人的 等的可是位科长 正的正科长 第二十集 给我 来两碗白开水就行了 我们可不是来品茶的 我们是借着地方 等人的 等的可是位科长 正的正科长 哎 好嘞 我们这儿呀 也常有几位局长来 二位稍等啊 三号桌 白开水两大碗 爹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 你父亲我呀 教会你们姐妹的头脑 那还是有的 您说世界上的好东西 都指的是什么 这还用问 嘿嘿 哎呀 不跟你聊这个话题 免得咱父女俩又抬杠 又伤了感情 黄奇顺刚说完 一下子站了起来 他看见林士烦了 哎 林科长 哎呀 可怕您等来了 林科长 给您添麻烦了 哎呀 大翠同志也来了 哎呀 不麻烦 不麻烦 小事一桩 我很荣幸 很荣幸的嘛 哎呀 你说这个 有些公务绊住了脚 实在抱歉啊 应该是我呀 在这儿等你们的 林科长 您快请坐 哎呀 都坐都坐 啊 哎 你们怎么喝白开水呢 想喝什么好茶 说吧 千万别客气 我请你们 哎 大翠儿 我叫林士烦 以后啊 你就叫我士烦吧 叫我林科长呀 太见外了 林科长 如果方便的话 咱们什么茶也别要了 咱们说几句话 就带我父亲看病去 怎么样 哎呀 什么时候去看病 你们兄妹商量 你们兄妹商量商量啊 大翠儿啊 有你父亲这句话呀 我以后就真拿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了 林士烦带黄吉胜和大翠儿 来到了一家中医诊所 林士烦和大翠儿等在诊室的外面 黄吉顺进去看病 一位老中医 为黄吉顺耗了耗脉 翻看了下他的双眼皮 又叫他伸出舌头 你这没什么大问题吧 哎呀 那也求您啊 捡得最便宜的药 就是那类 有益无害的 汽水就能当茶喝的 给我开上 那么三副两副的 哎呀 我就是心里有火 这心里有火不是大问题 我看出来了 林科长和你什么关系啊 这开什么药都不能收你的钱 他一定要替你付 他交代过了 是吗 哎呀 我和他呀 好友忘年教 哎呀 那就再多给我开几副好药吧 人参 鹿绒什么的 就是那类 滋补那一类的 林士烦和大翠儿 坐在外边的长椅上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大翠儿啊 我给你在水谷局 安排个工作吧 不用 哎呀 做办公室 当秘书好不好 好是好 但是 我不愿再给您添麻烦了 哎呀 不麻烦 等于啊 给我个面子嘛 哎 爹 您出来了 大夫怎么说的 哎呀 情况不好 嘱咐我要当心 一点气都生不得 你看 这大包小包的 开了多少药 那么 现在到我家去认认门吧 不用了 谢谢您 我们带回去了 哎呀 都中午了 我那都准备了 今天 怎么也得给我个面子啊 哎呀 听您的 听您的 今天呀 一切都听您的 大翠儿 这些药 可是人家林科长 给预先付过一笔钱的 哎 走吧 走吧 大翠儿虽不情愿 可也无话可说了 只得跟着林世凡 朝他家走去 李寡夫和曲燕芳 走出一家店 发现了黄吉顺三人 哎 你看 那不是大翠儿和他爹吗 哎 芳 那男的是谁呀 那男的 不是那个光棍科长吗 我见过他一面 听成才说 他对大翠儿 有不良的心思 啊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嗯 我看八成 是成才的话 要应验 二人对视一眼 悄悄跟在黄吉顺三人的后面 看见林世凡 想拉大翠儿的手 大翠儿一甩手 林世凡 带黄吉顺和大翠儿 来到了一座小二层楼前 黄吉顺羡慕地说 哦 是这里 哎呀 这儿我可太熟悉了 哦 是吗 这儿啊 从前明里是饭庄 按理开赌场 我常梦到这地方 这不已经拆了吗 这楼啊 是我在承荐局那会儿 经手盖的 局里给我保留了一套 二楼 格局啊 那肯定是最好的 来来来 大翠儿妹妹 请吧 林世凡 引黄吉顺和大翠儿上楼梯 在二层走进了一间套房 房里墙壁家具色彩新亮 床上铺设 桌上摆设 都别具一种和街上人流的服饰精神不和谐的高贵气息 黄吉顺坐下后 看着哪里都羡慕 大翠儿坐下后 哪儿也不想看 低着头 哎呀 来来来 你们二位请坐 请坐 来 尝尝我这毛尖 哎呀呀 科长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着吃的住的用的就是高人一等啊 啊 哈哈哈哈 嘿呀 你们是贵客 今天我要为你们亲自炒几个菜 哎 做点简单的 简单的就好啊 大翠儿 你帮着忙 哎 使不得 使不得 我去厨房做饭了 你们啊 先休息会儿 对面街上 李寡妇和曲燕芳在一家小铺子里 正在望这一栋楼 曲燕芳眼尖 看见了大翠儿和黄吉顺 哎 李婶 看那个窗口 那不是大翠儿和他爸吗 还真是 哎 芳 你可得快去找你有贵数来 他的大车 肯定在菜市场那儿 张家的事 既然咱们撞见了 那就不能袖手旁观 就是就是 婶 你千万在这儿监视着啊 我知道 我知道咋办 快去 林士凡把韭菜摆在桌上 热情地说 先瞅 先瞅 哎 你们随便坐吧 啊 好好 哎呀 这要是按照老规矩啊 今天啊 我应该坐上座 一来呢 我是客 二来啊 我是长辈 哎 哪是上席啊 这个 我 我不太懂 啊 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 你俩坐对面 哎 好 来来来 请 请 我现在呀 就给长辈 蒸酒 哎 你呀 给大翠也蒸上 他也能喝点 爹 我喝过酒吗 不能多喝 还不能少喝点吗 哎 我跟你说啊 你不许扫林科长的信啊 这 这 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哎呀 听我的 真棒 难得今天我们妇女啊 能在林科长家里做客 我高兴 是 都高兴 都高兴 你是父亲 你说我能喝点 那就算我能喝点吧 要不 倒像我在撒谎了 给我 我现在就喝 哎呀 大翠 你这是干什么 我 我也没教你 这个喝法呀 来来来 吃点菜 都吃点菜 大翠 要不 我去给你买瓶汽水 不用 我就喝酒 那 那我就再给你蒸上吧 哎呀 我说妹妹 你慢慢喝 时间有的是啊 我下午请了假 专门在家陪你 当然 还有你的父亲 倒 这 这太多了吧 继续倒 哎 好吧 林世凡还是于心不忍 大翠又夺过酒瓶倒满一杯 一饮而尽 黄吉顺把筷子轻轻地往桌上一拍 哼 在别人家 在别人家 你也诚心气我 气你 你又没教过我 怎么喝 哎呀 我说妹妹 你的父亲是为了你好呀 怕你喝猛了 科长哥哥 你和我父亲 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我 什么话你 一个哥哥 一个父亲 难道 还会合起火来把你拐卖了不成 林科长 你别理他 被我惯得没个样 来来来 我们爷俩 先干了这一杯 让我喝酒 你让我喝酒 我喝了 现在 现在我要回家了 大柳树村 大柳树村才是我家 本来高高兴兴的 你给我来这处 哎呀 别生气 别生气 我把我妹妹啊 扶到我床上去躺一会儿啊 哼 真气人 街对面 曲艳芳找来的 不只是有贵 还有成才 她和李寡妇 指着林士凡家窗子 你一句我一句 两个男人越听越生气 天黑了 黄吉顺 酩酊大醉地从楼里出来 林士凡送她出来 劝说道 哎 不用送啊 林科长 不用你送 哎呀 要不 你也住这儿吧 天啊 你和大翠啊 睡在床上 我睡地板 啊 哪有 父亲跟女儿睡一床的 别送了 林科长 别送了 我 我没事 我不回去 他妈不放心 大翠 留宿在我这儿 您只管放心 我是个规矩人 我不会 哎呀 我 我放心 放心 黄吉顺 口渴 水 我要水 配合 潘同志 你 你是谁 我是士凡 我是你的科长哥哥呀 我 我这是在哪啊 你这是在我家呀 中午在我家吃饭的时候 你喝猛辣 醉了 你 你走开 大翠儿见 拉着窗帘 月下床 往外便跑 一头撞在了门上 哎呀 你看看你 撞头了吧 疼不疼 别碰我 你躲开 哎 大翠儿 哎 妹妹 你别走 天黑了 你一个人走 我不放心啊 要不你等我 锁上门 我送送你 你放开我 我不用你送 黄吉顺走的时候 曹有贵和成才 正在街对面的小饭店里 喝干酒 咋 咋救他自己走了 把你嫂子 就留给林世凡了 黄吉顺 这个老王八蛋 不行 我得去找大翠儿姐 哎呀 你别 别急呀 你再 再等等看嘛 我还不急 感情不是你嫂子 是我嫂子 窗帘都拉上了 这窗帘虽然拉上了 这还没黑灯呢 这一般呢 都是黑灯 不一会儿 林世凡追着大翠儿跑出来 曹有贵和成才都看见了 成才跑过去 拽开林世凡 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林世凡认出成才来 哎呦 你 你怎么打人呀你 成才 你别叫我 你太对不起我哥哥了 我们什么也没有 只 只不过是 林世凡 你偷别人的对象 什么东西你 我曹有贵今天 只不过替张成敏 教训教训你 我去你的 哎呦 我打死你 哎呦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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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贵 你别再打林科长了 黄大翠 你 你还敢护着他你 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 你 你 你打国家干部你 大家听着 我们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打他 他 黄大翠 原本是他张成才哥哥的对象 他一让自己是个科长 就敢来勾引 我 我没有 嘴硬 我还杀你 你 你走开 大翠 双手一无脸 冲出人墙 跑了 大柳树村的小学校前 焖了一堆艾草 李寡妇 李秀英 曲艳芳 和一些妇女 坐在还没有门窗的小学校里 等着长民来交 我心思着 议论分分 一定是大翠乐意的吧 那肯定啊 哎呦 那也保不齐 细心艳旧的可不只是男人 哪个代价的大闺女不想攀高枝啊 也是啊 可张家的人除了成才守在那儿 还全蒙在鼓里 对张家太不公平了 是啊是啊 对张家太不公平了 这要是大串真变了心 那可谁也没辙了 那可不满 行了行了 一会儿等成民来了 得有人告诉他 秀英 你去告诉他 我 干嘛 非得是我 你聪明啊 你识字快 他喜欢你了 没事 你可别乱说啊 我可不敢 李寡妇 你咋不自己告诉他 你 我的辈分在那儿啊 我比张广泰年龄都大 有我告诉他这事 不合适 好了好了 都别推三组四的了 一会儿他来了 我取燕芳自己告诉他 他来了来了 别说话了 老师好 嗯 大家好 上节课 我们学了两个新字 妇女 这一节课 我们再学两个新字 是儿童 我把这两个字 写在黑板上了 大家看 这个儿童的儿 像什么呢 像一个大头的小孩 扎一个冲天辫 两只眼睛 分得很长 方方 你快说呀 快说呀你 全方 你已经不需要扫盲了 怎么又来了 来了还影响别人 我不是影响她 是那个李寡妇 她总掐我 是是是 是我总掐她 校长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哦 什么事 该在课堂上说吗 这 不能在课堂上说 不该在课堂上说的 那就先别说 忍着 等下了课 再告诉我也不迟 张校长 我忍不住了 我非说不可了 你亲爱的大串 她不会来当农村老师了 我告诉你 她对你不忠了 她今晚 八成是要在那个 姓陵的光棍科长家里 过夜了 你 你胡说 早晨 新新居的门 自压开了一条缝 于凤兰探出头 见四周没人 赶快挂出了一块 亭夜的牌子 屋里黄吉顺 正在训斥大串 大串 你可不要不识好歹啊 我把你养大成人 供你读高中 给你安排将来 你倒死心眼 耍起姑娘性子来了 你跟谁耍 你有什么资格耍 你 我打死你我 哎呀 行了行了 黄吉顺 你说你天天干的什么好事 你把你亲生 姑娘留在一个单身男人的家里 你还是人吗 你 别说人家林科长 还没对你做什么实际的事 只不过 你喝醉了 我能把你背回来呀 你是金枝玉叶呀 哎呀 这就毁败你的真结了 这件事 你依我也得依 不依也得依 则个好日子 就把你 嫁给林科长了 行了 黄吉顺 我怎么就跟了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我要是偏不依你呢 黄吉顺 哼 由不得你 林科长 说话就要提及了 你和他一结婚呢 那就是处长夫人了 而且 你自己也成了机关秘书 你上哪找这么好的一门亲事啊 啊 难道 不强过那张成民 那个乡下孩子王 十倍百倍的 我再给你说明白点 我叫你 美梦做不成 黄吉顺脱下鞋 又要来打大翠 大翠一头将他撞得跌出门外 砰得关上了门 大翠拿出一封封旧信 眼泪模糊双眼 他开了门 拿着那些信 静止走到炉灶前 将一封封信 还有些花草树叶的标本 一一投入了炉堂里 大翠凝视火光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最后一封信 也化为灰烬后 大翠缓缓起身 走回了自己的屋 黄吉顺向于凤兰 使了个命令的眼色 于凤兰跟入大翠屋里 娘 昨天的事你事先知道 你和我爹合伙起来骗我的是不是 哎呀 翠儿啊 这你就冤枉娘了 都是你爹那个老东西 和林科长两个心照不宣 连我也瞒着 那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哎 这要怎么说 林科长也是个好干部 你爹告诉我 他倒说不急 说只要你不嫌弃他 什么都听你的 能早点登记也好 登记了就是夫妻了 我们也了了一件新事 省得一天到晚 尽为你这事闹 娘 你也愿意我嫁给林科长 哎 我说翠儿啊 要么 你就忘了成民吧 娘 哎 我是你和我爹亲生的吗 瞅你这话说的 怎么能不是呢 你这不是亲生的 爹娘 能对你这样吗 亲生爹娘 怎么能对我这样 翠儿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我们对你怎么样了 你还要我们如何对你啊